Hello,大家好,欢迎回来,欢迎回到欧爱马的频道 今天呢,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一期彩妆视频 你的彩妆博主上线了 前阵子呢,因为我出差旅游比较多 所以基本上整个频道都是充斥着各种各样的Vlog 最近呢,我准备收一收心 然后回到彩妆护肤一点点 开学季了,找了一些我觉得比较好用 以及基础一些的单品 那我开始一件事情 防晒产品 这个暑假奔波的很多 并且在海上这种就是很容易晒伤的地方很多 经常会晒得很黑啊 但是我今年就是回来 我都觉得斑的现象就没有晒坏皮肤 我这一次要给大家推荐的三品全部都是SPF50 因为我确定你们这个地方会不会非常的lucky 就是11、12月份都还是有大太阳那种 SPF指数呢,就是这样高一点 这样你补的可以少一点点 三品防晒呢,打在了不同的点上 听我一一给你们分析 如果你是一个喜欢化妆的一个女生 然后你上学喜欢有一些较为厚重的底妆的话 你需要一个这样子妆前类的防晒 用Darfin这一支 长这样子的粉红色的 有点类似于一个涂感叶的样子 摇晕 不摇晕的话它比较容易斑驳 就是后续没有办法把你的妆持太久 如果我要上底妆的话 对我来说我可以把它用作防晒妆前二合一 油皮的话可以用粉饼加上喷雾 整个妆容定的比较久了 打开以后呢 它是这样子的 完全是涂感叶的样子啊 它的质地是我们今天这三瓶里面 稍微硬一点点 有一点点润色效果 比较有光泽感的 但是不油 我觉得它是那种干干硬硬的质地 所以油皮不会觉得难受 完全没有味道 三瓶里面我自己最喜欢的一个 Ally的这一支 会比刚刚的没有那么的硬 它更像一个慕斯的质地 推上去有点像一个身体乳吧 就是聚聚聚柔软细腻 有一点点香味 非常让人心情愉悦的清香 它也是有一个润色效果 像皮肤很好的学生妹子的话 放它再加一点 可能遮瑕就完全够了 用完它 然后再去用底妆产品 像粉底液啊 它也是会比其他很多防晒 更加不溶妆 更加不斑驳 还有一个特点就是薄 上完它以后 基本上没有任何感觉 你再去上底妆 仿佛它就 厚度是不存在在脸上的 第三个产品呢 最最最适合 大沙漠皮 冬天这种季节使用 就是这一款 无水滋润的感觉 这一款它的流动性 也是三款里面最水感 它整个就像水一样 泼在脸上 使用感呢 是最好的 如果是油皮的话 也许你运动啊 或者走路出汗的话 你就能摸到鼻翼旁边出油 这三款分别 这个适合油皮 Anne这款适合所有的皮肤 戴科适合干皮 接下来这个产品呢 是我这一次去冷面活动 发现一款 我之前从来没有用过啊 但是我自己觉得 很值得推荐的 舒缓 补妆 或者是给你保湿 真的非常非常好用 所有产品都会有 它们叫Miracle Brow 所以你用之前 一定要摇一摇 它里面吸管上 有个这样珠珠 就是把它摇开 喷出来其实水柱 是会有很大的 所以我建议你们 在喷的时候 离自己的脸远一点点 它很妙的一个地方 这个及时补水 和舒缓的那个效果 肉眼可见 是真的很王炸 像我今天 其实底妆戴了很久了 我早上就化好了妆 中午出去工作了 在烈日下走了一会儿 但我现在在镜头面前 底妆完全像是 刚上不久的样子 比较fresh 就是靠它 像我的话 我很爱笑嘛 卡到眼睛这个细纹的部分 它整个就是滋润度 会钻到里面 给你的脸整个回去 烹润和舒缓的效果 晒后啊什么都很好用 拍完它以后 你再上那个气垫 稍微轻拍一下 你整个脸 就回来那个很fresh的感觉 它也可以用在眼睛上 你也可以把它做一个妆前水 妆前水这部分 我用的不多 我基本上都是用它 作为补妆之前的朋友 最近不是很多朋友 要回去上班上学啊什么的 防晒和底妆 控妆久了以后 它就是变得比较干了 所以这款就是真的很能 帮你回到刚刚上妆的那个 非常漂亮的时候 下面一个产品呢 其实我上次空瓶已经 大大大大大肆跟大家说过了 这一次呢又有一罐 已经快用到一半了 就是凡尔曼的 他们家这个助养面霜 非常适合 如果你皮肤晒伤 敏感薄皮 你容易冒痘的话 你就可以用它 整个让皮肤屏障 比较健康 非常有用 我的皮肤容易晒坏 它又比较薄 那用完它以后 你真的会觉得整个 就是变得比较健康 比较坚挺 抗痘的效果真的就是 让你皮肤整个状态 都变得很稳定 这一罐用下来 我还觉得 闭口以及鼻子附近那种 黑黑的那种毛孔啊 看起来很干净 然后毛孔也变得非常细 这一次呢终于用对了 刷的这么小你知道吗 你刷到怀疑人生 只能晚上这种 比较有空的时候 才去干这个事情 它其实应该是在空瓶里 但是因为我很喜欢 我就放到了这一期的最爱 就是Grey Prue味道的 这个Jo Malone的洗身体的 这瓶我用下来就是 用得很快 我实在是用太多那种花香啊 就是略带甜一点的 或者就是木质香调 这样的东西 那突然间有这种淡淡的 然后以酸调为主 略微带一点点甜的稀釉味 我就有一点欲罢不能 好像大夏天的时候 往头上泼了一盆冰水 那么的舒爽吧 就整个味道很极简 很清淡吧 朋友们下一个产品呢 就是我之前跟YSL 有合作一个 他们家三款高定香水 有一个是Tuxedo 就是那种木质皮革 也类似于Celine Reptile 第二款呢就是红丝绒嘛 当时也是一个稍微甜甜的 危险的一个味道 这个我没有想过 我会这么这么喜欢 它应该是我的心里的第三名 但没想到现在已经 融升到第一名了 就是它越喷越上瘾 如果你和我一样不喜欢玫瑰味 你会觉得小女人小家子气 太优雅 这款玫瑰给你一种 非常清新清冷大气的感觉 它前调其实也是 稍微有一点点辛辣的 就是有柠檬和粉红胡椒 所以说呢也让它这个玫瑰呢 不是像普通的玫瑰味那么的 单调和单薄 早上有雨露在那种 非常大颗大朵的玫瑰上 然后你这么揉碎 那个叶子 饱满的汁 慢慢掉在地上 无敌新鲜的一个味道 然后它除了玫瑰的那个清香以外 它又综合了那个白纸的清冷 有点苦的味道吧 所以整个我觉得调调 比起普通的玫瑰调更有层次 并且更大气的一个感觉 我最近真的非常非常非常喜好 今天东西其实都不是很多 但是都是我抱喜欢的那种 下一颗呢 就是Urban Decay 他们家大明天地的Space Cowboy 它是那种就细闪的 非常好看 清透冰凉的一个细闪 葡萄牙的那一趟旅行的话 就是带着它 然后就很多人喜欢我眼睛上细闪 这属于我觉得在白天也不夸张 不会显得廉价的一款 就好像是一根CityBank 那种小火星那种漂亮的感觉 它这个膏体我觉得很妙的地方 就是跟你指尖的温度 粘合的太紧密了 完全没有那种颗粒感 以及往下掉这样子的一个动作 细密的在你的眼皮上待着 不管你眼皮的底色是什么 就是搭配上去这种淡淡的香槟色 都非常好看 再是三个腮红 上次也是Pack With Me的时候 跟大家谴聊了一下 现在深度跟大家聊一下 Chanel的这个 非常漂亮一个光泽感的液体腮红 我当时推荐的颜色叫做Warm Rose 它是一个比较暖调的玫瑰色调 在脸上就是属于那种比较嫩 就是比较娇羞少女感 这款颜色其实是更好看的 I'm sorry 如果你买了那个的话 I'm sorry 这个叫Light Peach 淡奶油感的桃子色 真的非常好看 虽然它是桃子色 但它更加接近于就是杏紫色 你知道吗 就是在谁的脸上都非常不为过的一款 它挤出来的状态是这个样子的 揉进去就好了 它会给你一个非常持久的光泽 以及微微的红润感 光泽感就起来了 而且我觉得在你定好妆的情况下 其实它不太容易妆的 像我今天我也没有放任何的定妆散粉 我只是放了Urban Decay的喷雾 我是觉得它跟我的妆是挺好的 那就是要看你们平时用什么样的底妆多 而且我很喜欢它的那个光泽感 我在葡萄牙的时候用的非常非常多 就这一款 因为它是这样子揉上去的一个质地 所以其实在外面很久 它那个颜色以及光泽感都挺在的 这个颜色呢 我比较喜欢 因为它是杏紫色的 然后偏暖掉 所以它这种橘掉的腮红 会让皮肤整个状态看起来很元气 高光腮红二合一 我现在都不会单用高光啊 Laura Messier的这款Peach Shimmer 也是这种淡淡的杏紫色 会比刚刚我们选到这款更少的颜色 然后更多的光泽度 这个颜色呢 也是我觉得非常好看的 我跑步的时候啊 不上任何的底妆 可能只是 Ali这个稍微有一点润色的防晒 像这个腮红就非常非常好看 弱软的腮红质地 但是出来的样子呢 又加了一点点细闪 这款呢 也是我觉得非常非常细腻 且贴皮肤 不会显任何毛孔的 最后一款呢 也是一个橘色系的 同一个色系的 但这款就颜色比较深 我觉得会适合皮肤 稍微中度或者黑一点点的朋友 Benefit出来的一系列新的腮红颜色里面 我自己觉得最衬肤色 然后我也种草的Regina 她立马下单了一款 就显得皮肤一上去 特别特别的白 很嫩嫩嫩 咚咚咚的那种 学生妹子的感觉 颜色叫Sunny 雾面的底调 然后是这样的 非常好看的一个 橘色的调调 它的颜色就会非常重 这款颜色好看就是在于 用完了以后就好像 你刚刚晒了一会儿 太阳晒得整个人红通通 很自然很健康 雾面调也显得很干净 所以在脸上 不会有太多膨胀感 刚刚在补腮红之前 都是Sunny那个腮红 好 今天视频的倒数 第二个产品呢 就是一个比较冷门的 Chanel的眼妆盘 是328 很清冷的一个灰调 玫瑰色吧 就乍一看 你会觉得很奇怪 但其实上眼睛 我觉得蛮消肿的 一个清冷感在那边 清涂呢比较日常 重涂其实它出来的感觉 是给你非常深邃 然后很成熟的一个气质 颜色很适合 马上来临的秋天 我上次这个视频呢 也是涂在这个眼妆 盘子下面右下角这个颜色 深邃 又很有气质 因为我最近头发 也是这种灰掉的 我觉得就是搭在一起 还挺好看的 如果你换一颗隐形眼镜的话 它可以出来比较灰掉的 混血感 清混血感那种 我自己觉得它 这个颜色非常适合 平时出于拍照 因为它那个颜色搭配起来 就很有一种杂质感 时尚度很高的一块眼影 视频的最后呢 就是要跟大家分享 Into You的这个唇米 EM08号 Into You 我真的是太喜欢了 比如说刚上嘴的时候 它比较正嘛 颜色比较浓郁 也很好看 然后完了一会儿 淡了掉了一点 也很好看 变成了这个视频里的那种 有一点点奶茶色 又是很雾边的感觉 显得唇形 非常好看 但它这个刷子 我觉得很好刷耶 就一下子就能刷得 非常的规整 也不太需要 其他的工具 对就这一支 我觉得显得整个滋润度 饱碗程度都很好 Amazing 最近爱不是首带一支 那以上呢 就今天跟大家分享了 八月最爱的所有内容 希望大家喜欢这个视频 如果喜欢的话 可以在旁边点赞 那如果呢 你想关注一些更快的 平时也会分享一些彩妆 可以关注我的小红书 对我小红书最近非常的active 非常的活跃 还经常会分享一些有的没的 那感谢大家收看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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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